歡迎回到遊戲情報科,我是希治閣 最近相信大家都對自己的體能有懷疑 我自己也是,明明看得好像很健康 原來體能非常差 今個星期推出的《Runeflake Adventure》 有不少朋友都玩到頭髒行 不如今集就為大家介紹一下它 如果你是第一次劉蘭芸的頻道 我的頻道最主要就是每個星期會大家介紹不同的遊戲和資訊 喜歡的話就記得訂閱 立即開始今集的遊戲情報科 最近這幾個月大家都做很多運動 又行山又大長征 就算走一走,就像上星期一樣 我自己都由彎仔走到中環再走到彎仔 運動量真是大到不得之了 除了偶爾逛逛街和一些特異其類的衝刺之外 有時搬搬抬抬抬都發現自己的體能非常差 今個星期推出的《Runeflake Adventure》 之前大家都覺得它都是老套玩法 賣配件、購物品 但上星期有很多朋友玩完之後就叫救命 他們說中腹腹,但那隻腹不是遊戲不好玩的腹腹 而是肌肉酸痛,痛到媽媽都不認得過那種腹腹 遊戲本身自帶一個類似桌盆的東西 以及一個在大腿固定的配件 兩個配件是讓它們安裝載床 遊戲中的玩家就要拿一個桌盆出去大冒險 它每一步、每一下攻擊都是由你的身體自己去做 跑步的真是要原地跑 上樓梯的時候就要提腿 有鑑於我本身對健身沒有太多認識 所以請容許我用一些比較凡夫俗先的稱呼 在走路的過程,玩家就要推過太盆 做出不同的射擊又或者跳躍的動作 聽起來是不是很輕鬆呢? 我想你應該很久沒有做運動 當你見到第一隻怪之前 如果你平時是少做運動的話 基本上你已經準備放棄和賣遊戲了 如果你夠堅持去捱到第一隻怪的話 恭喜你,這才是惡夢的開始 應對著怪物,你要做不同的健身動作 心進這些就是基本 不同怪物有不同的屬性 你就需要用不同的動作去攻擊敵人 屬性運動方面有不同的類型 分別有針對手臂的紅色 針對腹部的黃色 針對腿部的藍色 以及Yoga 色的綠色 動作的準確度又會影響攻擊力 如果你一回合殺不死敵人的話 下一回合你就要用一個完全不同的運動和動作去做攻擊 完成每一關之後 遊戲就會幫你做一個總結 講一講你做了什麼運動 再幫你計算一下EXP、升級等 我身邊有不同的朋友 有些朋友就是玩開鍛鍊、做健身 他們都說其實玩完頭一天真的非常痛苦 因為沒想過這遊戲的運動量這麼大 假若你最近真的打算鍛鍊一下身體的話 這款遊戲我覺得絕對是你的選擇 如果你說不是我身體頂不順 但又想玩一些肌肉向的遊戲 還有另一款可以試 雖然說WWE 2K20 這些遊戲真是連貨 但這遊戲每年都為大家提供不少開心時光 今集的WWE My Career 中 玩家更加可以把男女雙打或混戰 對於大家只想玩惡搞的朋友 這絕對是一個非常吸引的元素 其他東西其實都沒什麼好介紹 始終我自己不是一個摔角的粉絲 但在於惡搞遊戲來說 WWE 是用來看門口的首選 其他細胃了 不要太在意 今集還有另一款遊戲一定要留意 喜歡Fall Out 的朋友 除了喜歡他的末世設定外 另一個大家喜歡他的原因 可能是因為整個世界 就像一個真實世界般完整 世界觀、角色的派系 甚至大家的關係、發展等等 有一種好像跟現實重疊的感覺 今次介紹的對Outerus 就是由初代的Fall Out總監開發 可能你會說第一代Fall Out是玩戰略 現在的Fall Out都不是 但今次遊戲的開發商 黑鳥石娛樂正正是開發The New Vegas 的公司 單是這個陣容都已經夠吸引了 這款遊戲就以未來的太空作為世界的背景 玩家可以坐太空船去到不同的地方探險 人類的關係都會因為來選擇而改變 然後去到不同的地方 又有一大堆的敵人 又有一些慢動作的戰鬥、系統、技能等等等等 整體而言 未玩都已經覺得很有Fall的影子 但又這樣說 Fall 最棒的就是他的世界觀 今次對Outerus 其實都感受到開發團隊 在這方面都非常有野心 遊戲在宣傳片中 已經惡假未實足 開發團隊都有提及過 遊戲會有多個不同的結局 再加上這一類第一新的射擊RPG 如果本身喜歡Fall Out類的遊戲 真是不會錯過了 可能你又會問 簡直明明下星期才出 為何不試完才跟大家介紹呢? 因為下星期要跟大家講Dest Rending 不少傳媒都公開說自己拿了遊戲 小弟也是其中一份子 下星期的遊戲情報科 我將會盡量公開遊戲相關的資訊 因為有很多地方官方都要求要保密 下星期我就盡量公開了 今集的遊戲情報科都到此 我是喜智閣,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